家平元年 不在歇元一马的司马懿 终于挥起了他手中打磨已久的虎啸之刃 将期盼着做富家翁的曹爽一家斩尽朱厥 曹操祖孙三代都小心提防的英雇狼氏之人 终于得愿一偿 如果曹操在地下有知 估计也无可奈何 他怎么能想到儿子只活了四十岁 而孙子只活了三十六岁呢 重新翻阅历史的记载 为明帝曹瑞 无论文治武功 内政韬略 都还是可圈可点的 如果老天能给他祖父一样的寿命 不仅高平陵之变根本不会发生 完成一统天下 也不无可能 曹瑞是为文帝曹丕的长子 生母是曹植落神父中的人物原型真实 曹丕和真实的故事 凡是熟悉三国的人恐怕都不陌生 相爱相杀的结局令人唏嘘 真实最终以发覆面 以康塞口 惨淡收场 曹瑞因为生母的缘故 一度处境艰难 显向还生 最后他能登上皇位 与他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一则他身为嫡长子 相貌俊美 博文强识 自幼便颇得祖父曹操喜爱 称我基于尔三事矣 二则他虽焉获罪 时事被贬 但审时夺度 淡定豁达 既结交清明正直之士 以广积善明 又与魏真这样的宠臣 暗通款取 此相授受 更不惜拜仇敌郭氏为母 以获取后宫支持 这些都为他后来夺敌上位 打下坚实基础 三则其父曹丕后继伐人 虽生多子 但除曹瑞外 不是早死就是难成大器 曹丕自身还体弱多病 时间也站到了曹瑞这边 魏皇初七年 魏文帝曹丕死 曹瑞在隐忍沉默多年后 终于成为赢家 继位为曹魏第二位皇帝 曹瑞继位后 首先要面对的是曹丕留给他的辅政班子 陈群 是历史上九品中正制的创始人 对内政法治很有一套 但他本人却无权力之徒 曹瑞对其颇为放心 先遵其为文官之首 后逐年增加孙姿流放二人的中书职权 已分其权柄 数年后 日常政务出师用兵 接出中书之首 百官莫感不从 武将方面 曹修曹真既是宗士 又素有战功 手握兵权 曹瑞想要前纲独断 此二人是最大的绊脚石 司马懿 彼时虽已斩露头角 但其空有资历 却无军功正好拿来 作为对付二曹的棋子 曹瑞运筹帷幄 步步为营 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军事行动 使二曹疲于奔命 使自己逐渐由幕后走向台前 太和元年果断启用司马懿为主将 讨伐孟达叛乱 一年攻破新城 前斩孟达 通过脱衣扬曹 有力打击了二曹的声望 太和二年 派曹修司马懿两路伐武 结果曹修大败于石庭 威望尽失 随后不久病亡 同年 曹瑞又亲临长安 督大军击退诸葛亮首次北伐 不让曹真军功独占 太和四年 再遣曹真司马懿两路伐蜀 连年不断地征伐劳顿 终于拖垮了曹真 伐蜀之一后不久 曹真及病役短短几年时间 辅政老臣不是病役谢氏 便是俯首称臣 曹瑞彻底将军政大权 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治国无法则乱 守法而幅度责备 曹操出定北方不久 就提出了制定之话 以理为首 拨乱治政 以行为先的法律思想 强调了东汉末年 那种天下大乱的局势下 必须实行法治 曹瑞成先人之志 继位之初 继令陈群 刘勋 参卓 汉律 制定心律 太和三年 中国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魏律 正式由曹瑞下诏搬行 魏律于汉九章律外 令尊 劫略 诈尾 毁王 等九章 开明立至律首之先和 取消了汉律中的弓刑 缩小足形连坐范围 将法定刑分为死 昆 完 坐 毒 罚金 杂底罪七种 减少了死刑和边障之刑 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 对法律的影响 魏律的搬行为曹瑞 例行法治 打压宗室士族势力 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提供了坚实的法理依据 曹瑞还善岳父 能诗文 倡导文学 讲业文士 在文学史上 与其祖父曹操 父曹丕 并称魏之三祖 曹瑞留下来的诗歌虽不多 却四五七杂言兼句 每种形式都运用的相当熟练 继承了建安师哥的现实主义精神 通过岳父旧题来描写现实生活 抒发个人内心的积月之情 语言质朴 有较强的音乐美感 曹瑞执政时期 所面对的外部敌人并不弱小 书汉有始至兴富汉士 五伐中原的诸葛亮 东吴有文武双拳打败曹修 于石亭的陆训 辽东有虎盘龙聚 对中原虎视眈眈的公孙渊 莫娜还有战手有法屡次入赛的科比能 面对强敌环似 曹瑞全然无惧 运筹帷幄 居中调度 张弛有度 继位不久 曹瑞就御驾亲征 驻兵长安 迎战蜀汉诸葛亮 遣曹真张和大破蜀汉北伐军于接亭 收复天水南安安定三郡 随后数年 先后命曹真司马懿为大都督 帝御蜀汉进犯 数次令诸葛亮无功而返 最终陨落五丈元 在塞北 于太和二年以田玉为将 统帅西部鲜卑葡头 谢归尼等部出赛讨伐鲜卑满族 大获全胜 后又用齐谋 千死是寒龙刺杀了先卑首领科比能 自此先卑各部落 种落离散 相互侵伐 最终强者远顿 弱者请服 景初元年 辽东公孙冤返 自立为燕王 司马懿再次领曹瑞命出征 期间多用诡计 进兵有迟有缓 一度遭人非议 曹瑞虽远在洛阳 但用人不移 力排众议 称仲达临危质变 生情公孙渊 指日可待 结果果如曹瑞所料 经一年奋战 公孙授手 辽东 平定 司马懿 南秦梦达 西聚诸葛 东灭公孙 军功确实是经曹瑞之手 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 可曹瑞给司马懿的感觉 就和其祖父曹操一样 高高在上 将其生杀大权 拿捏在手 面对这样的主军 司马懿只能战战兢兢 哪里敢有一点 非分之想 但曹瑞千算万算 却没算到 司马懿从辽东 凯旋返 返城之时 就是他 游进登窟之日 曹瑞后宫 随家人如云 竟无一成年子嗣 自宗室临选的皇位继承人曹芳年仅八岁 难堪重任 多年来 曹瑞对朝政的高度把持 对宗室的打压限制 已经让曹瑞高处不胜寒 正当盛年之计 竟大献将至 曹瑞必须在临终之前 选定脱孤之臣 曹爽和司马懿 这样文武俯陈配置安排 实在是曹瑞能拿得出手的最佳方案 学取司马懿的兵权 并以孙姿流放耳人与之制衡 以何彦 邓阳 丁密等人 冲于曹爽幕府 为曹爽筹谋划策 再将全部军权交于曹爽 使其持节以振中枢 看似天衣无放的安排 熟知最终的结果 竟是司马启示曹爽扶朱 曹瑞显然过高估计了 曹爽集团的 对朝局的驾驭能力 尤其是过高估计了 曹爽的个人能力 同时也过低估计了 司马懿集团 摄取最高权力的野心 陈寿指责曹瑞 情细思爱 托付不专 忠于曹爽朱仪 齐王替位 是有道理的 纵观曹瑞一生 二十三岁继位 军事上决策明治 内政上 种农爱民 政治上 善于制衡 全臣与宗室 尤其是在法治上 清量刑和上诉制度 极具前瞻性 立志上 规范了选人用人制度 相比矫情自适的 父亲曹丕 曹瑞在形式风格和性格上 更加类似于爷爷曹操 确实算得上三国时期的一代英主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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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